大家好,我是MKC主播李玉成 今天要跟大家从集合的角度来谈谈巡回检查 巡回检查是我们在制造业的品质管理当中常常用到的手法 但是在执行上有可能遭遇到许多的问题 在生产力中心的顾问辅导经验当中 有一家手工具的制造厂商 他们厂内制成种类非常多 制造单位和品管单位 对于巡回检查和巡检常常因此而发生增殖 这个公司的巡回检查方式 是每两个小时由巡检员到每一个制成抽样出两件 抽样的结果如果品质没有问题 那么就继续生产 如果有问题 那么这个制成就必须要立即的停机 并且执行全面的检查 这样子的制成检验模式 我们看起来在逻辑上似乎是合理的 但是在两个小时的期间 某一些制成往往已经生产了数百件的制品 如果只靠巡回检查抽样检查 来确保一个制成的品质 那么等于是以两件抽样的结果 来对赌数百件的制品的一个品质 在这样子的案例当中 定时定点的巡检方式是很常见的一个制成品质管制的手法 但是如果要将这个定位为保证制成品质上的主要手段 我们就会发现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会造成现场人员过度依赖巡检人员的一个防堵不良品 甚至产生了品质不良 就是品质没验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错误观念 经过了跟这家公司的厂长 以及品宝经理的沟通之后 他们决定重新定位主管的责任 以及巡回检验的功能 现场主管需要百分之百落实管理的责任 而品管的巡检则由积合的角度来切入 以协助现场主管维持品管的一个稳定状态 怎么做呢 就是在品管在执行塑胶射出制成巡检的时候 需要积合作业人员自主检查 是不是可以依规定来使用量规 制具或是标准样品比对产品规格和外观 等等的标准作业规范 当我们发现异常的时候 巡检人员会将异常问题 回馈给塑胶射出的初课课长 由课长来纠正和指导作业人员一个正确的方法 如果涉及了量测方法 或是品质基准的判定问题的时候 那么就由品管单位负责执行后续的训练 以确保第一件 及自主检查的时候有效性 品管在后续巡检的时候 也必须要再度确认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在发生 以确保整个制程的一个稳定 在实施的初期 现场的管理问题会一一的浮现 于是这间公司将这些问题 以鱼骨图的做法 依照人 肌 料 法 环 五个面向分类 经由品管和现场人员的脑力激荡之后 列出相关的要因 以及对应的问题对策 并且排列出它的优先顺序 按部就班的实施 同时呢 为了要确认实施的成效 这间公司还定义了一个 逃脱率的绩效指标 所谓逃脱率 就是来自于不接受 不制造 不流出不良品的一个构想 前工程是后工程的供应商 后工程则是前工程的一个客户 在这边供应商必须要 应该要将百分之百的合格品 移转给客户 如果不良品在客户端被发现 那么这个不良的比例 我们就称为逃脱率 逃脱率的降低 是制程单位和品管巡检的合作成果 所以呢 这个指标就设定为 两个单位的共同绩效指标 经过了这六个月的调整之后呢 这间公司的逃脱率 已经由百分之十七 降低到百分之八 客速退货也由每月平均八件 降到五件 让整个品质系统朝向正向的一个发展 我们常常说品质是习惯出来的 这个意义就是员工 要将品质体现在日常工作当中 然而现场的主管也需要持续的面对 新进的人员 包括员工轮調 或甚至是外籍劳工的来来去去 员工不遵守相关标准 等等的这些员工的问题 这个习惯要养成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呢 透过持续的制程机核 以及逃脱率 这个共同指标的建立 我们能够让制造单位 和品保单位之间产生一个 并且保持一个良性的互动 藉由PTCA这个良性的循环 就能够有效确保 制程品质的一个稳定性 以上 跟大家分享 从机核的角度 来看巡回检查 这个管理的一个流程 MKC 我们下次见